在我礼拜六的集会上 我遭受的暗杀 之后对我表示的支持 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个暗杀者的子弹从我的脑边擦过 有很多人问我说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将会告诉大家 到底什么发生了 我不会再对大家讲第二次 因为实在太痛苦了 回忆这个过程 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下午 在宾夕法尼亚州 音乐在非常响亮地放着 我们的竞选活动进行得非常好 我到了舞台上 而人群们在为我欢呼 我当时开始讲演 非常强大的快乐的 开始演讲 因为我在讨论 我认其是我的政府做的成就 我们安全的边境 我们非常自豪为这一点 在我后面 在右边 有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 在放着 我当时边境安全的一个 示意图 当时我们的树目是非常棒的 当我想要看那个图的时候 我开始向右转 就好像现在做的这样 而且当时我想要开始 我已经想要转回来了 我很高兴 我没有这样做 结果我听到很大的一个声音 噪音 然后我又被一个什么东西给撞击了 当时我对我自己说 哇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只能是一个子弹 然后我把我的右手 摸了一下我的耳朵 结果一看 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我当时马上知道 非常严重的 我当时被攻击了 然后我马上就 踏到地上 当时子弹还在天空中灰 当时非常勇敢的 特勤工作人员 马上就到了舞台上 然后把我给保护在他们的身下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人 他们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而他们都挡在我的身前 所以他们可以保护我 当时血流了很多 在某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当时非常安全 因为我有上帝站在我这一边 不可置信的是 在我被枪击之前 如果我没有把我的头 在最后一刻挪动了的话 那这个子弹将会完美地 击中我的头颅 而我今天晚上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我们大家就不会在一起了 当时最不可置信的那一刻 在日落的情况下 大家知道 通常这种情况下 几乎一个子弹都不可能发射出来 但是当时在很多 当时有好几颗子弹都 都是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通常这个时候 在一个大的集会人群 就会有大家都争抢着奔跑 但是在我们的集会没有发生 我的集会的参与者们 并没有开始恐慌地奔跑 而很多人甚至很勇敢地站起来 开始用手指向这个暗杀者 他们勇敢地在想要目击指证这位射杀者 没有任何集会的人在恐慌地奔跑 而造成更多的死伤 而这是原因 他们没有挪动 他们知道我在非常深刻的危险中 他们亲自看到了我的血 而他们想到的是 他们知道我的头部被强击了 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就是说耳朵如果被强击的话 会流很多血 因为当时很多人 当时流了很多血 所以我就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血 他们说是因为耳朵被枪击 或者是被伤害的话 会流很多血 他们是非常美丽的人群 他们知道我在受难中 他们不会离开我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脸上充满了爱和关切 非常难以置信的人们 当时子弹在空中穿梭 但是我当时感到非常宁静 那些特勤人员们 他们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来保护我 他们知道当时子弹还在空中飞 然后所有都停止了 我们的特勤工作人员 在更加远的距离 就一个子弹只用了 就把那个暗杀者给拿下了 并且把他枪杀了 我今晚甚至都不应该在这里 下面的人群说 不 你是应该今晚在这里的 Yes, you are 感谢大家 我会告诉大家 我今天晚上站在大家面前 只因为上帝的恩典 我今晚才能站在大家 站在这个舞台上 站在大家面前 而看到过去几天的新闻报道中 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神的干预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 当时我在特勤工作人员的身下的时候 当时人群很多人知道 觉得我可能已经被暗杀 射伤射死了 当时我可以看到 体会到大家深刻的那种悲痛 所以我特别要站起来 并且告诉大家 我还是OK的 所以我开始对大家喊说 战斗 谢谢你们 当我的船头 到了空中 并且高高地举在空中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的人群知道 我没有生命危险 而他们 他们非常大声地欢呼 他们为我们的国家 我从来这一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欢呼 在我的余生中 我都会为当天大家对我表现出的关爱 表示感激 我不会忘记当时宾夕法尼亚的那个夜晚